能看到PPT了吗 刚刚 我们先来复习一下 接着我们要来做语言点 油的练习 油它本身是一个借词 它的重点就在于 要引出负责做某个事的人 就是它后面是要接人的 比如说这里 这件事情是由王大夫负责 这个词是由林语堂先生翻译过来的 这次活动继续由你们负责 记住这一点就可以了 然后这里这个王大夫 你还记得这个大夫的意思吗 大夫是音乐 就是医生 就是中国古代的时候 对医生的称呼 所以这个不读大夫 这个读的是大夫 然后我们来练习 在读个课堂里面 已经打开了 还是你来说 我来直接打就行了 第一个呢是 A说 这件事不是由马经理专门负责吗 就是由马经理负责 那么B说 他已经离开公司了 现在怎么怎么样 也是用一个油来造句 这个有头绪吗 知道该怎么填吗 这边就怎么滑 XLOYD B 的 我们刚才是不是讲过 这个油后面要接人 对吧 对 那么所以这里呢 也是要填一个 由某个人 然后呢 怎么样做做做 那么前面这儿谈的是 这件事情是由这个人 马经理专门怎么样做 专门负责的 他做的事情呢 就是负责 那么现在呢 马经理走了 离开这里了 那么现在又要由另外一个人 怎么怎么样 这样的 比如说 我们在班里面上课 但是我们的语文老师 他本来就是专门负责教我们语文的 对吧 那现在这个语文老师 他走了 那么我们就要一个新的语文老师 来负责教我们语文 对吧 那么由这儿要加人 所以就是马经理他离开公司 那么现在必须要另外一个人 来做他之前负责的事情 那么就是由谁来负责 这里呢 编编一个名字就行 文经理 对是由马经理负责 但是现在马经理已经离开这里了 就是他已经不在这里工作了 那我们就随便找另外一个经理 懂这个意思吗 因为这个人他现在已经走了 所以呢 所以我们要找另外一个人来做他之前做的事情 懂这个意思了吧 对 对 那所以呢 我们由后面就加人 那么之前他做的事情呢 是负责 经理嘛 就是要对公司里面的事情要负责嘛 他就是看着员工做事情 那么现在呢 是换了一个理经理来负责啊 这件事情啊 那么这些空呢 大概都是这种模式 那我们来看第二个 这篇文章呢 是介绍京剧的啊 然后呢 又是由怎么怎么样啊 中间呢 是由什么什么人怎么样 前一部分 介绍京剧的发展历史 第二部分呢 主要讲啊 主要谈京剧的发展方向 好 那么后面这个一部 前一部分跟第二部分 这里谈的是书的内容 那我们来看中间这个空应该怎么填 啊 那么他说的是 这篇文章是介绍京剧的啊 那么就是文章是由人怎么怎么样的 对吧 对 对 对就是要说这个文章是由怎么怎么样 那么文章跟人有什么关系呢 这本书跟这个人是什么关系呢 他 他 他读 嗯 他读 嗯 可以再换一下啊 因为我们一般说 这篇文章是介绍京剧的啊 那么他已经说了这个 这本这本书 这篇文章 它的内容跟京剧有关 那么接着我们还要介绍这篇文章的什么啊 介绍完内容之后肯定还要说一个什么 跟人有关的 嗯 比如我们看一本书啊 翻开第一页上面会有一个名字啊 那个跟人有关的 那个是什么 嗯 那个叫作者啊 啊 记得这个吗 对啊 因为你看这里 这篇文章是介绍京剧的啊 那么我们就是在谈这篇文章 或者说这本书啊 已经说了它的内容跟京剧有关 那接着呢 那接着呢 我们就要说啊 它的作者是谁啊 所以呢 后面就可以用这个油字 由某个人啊 怎么样来的这本书啊 应该接哪个动词呢 能够想到吗 我们就可以说是由谁谁谁啊 由某个人 比如说是由 还是李先生啊 是由李先生怎么样的这篇文章 接动词 这篇文章 一般我们人跟文章是什么关系 我们可以用之前你说的是读这篇文章 那么文章还可以怎么样啊 怎么样 嗯 可以用写文章 对不对 对 这本书是由这个人写的 这个单词是由这个人翻译过来的 那么所以呢 这里填的空就是讲啊 由 后面接个人 啊 那么这个动词看要怎么选 就要看中间的这个人 跟这个文章啊 跟前面的这个部分 它是什么关系的 啊 那么文章呢 是由人来写的啊 啊 所以呢 才叫写文章啊 如果呢 正在用读的话啊 这篇文章是介绍京剧的 是由李先生读的啊 那么后面的这个部分呢 就不能再继续介绍他的这些内容 就要换一下 才比较合适啊 嗯 比如我们在 呃 开会的时候 才会这样啊 是由他读给我们听的 可以这样说 这份报告是由李先生读给我们听的 好 那么接着第三个 上次的秋游活动 还记得那个春游吗 这个秋游啊 也是一样的意思 只不过是秋天的时候 秋游活动呢 小夏组织的不错 大家都玩得很高兴 那么这次啊 由怎么怎么样 由 小夏组啊 我们这个空呢 要看前面的这些部分 啊 就前面的这些部分 那么这里说了啊 上次的这个秋游活动 是由小夏组织的 而且呢 他组织的很不错 很高兴 那么我们这一次的啊 这次的什么 也由啊 谁谁谁 来怎么样 啊 啊 我 呦 啊 呦 直接接人 对 小明 的 什么 这句话 哎 有小明怎么样 啊 有小明做的 对吧 嗯 好 那我们 这里呢有一个地方 我要跟你 讲清楚 好 这里呢说 上次的秋游活动 啊 是由这个人 啊 小夏这个人 来怎么样做啊 由他来组织的 对吧 对 对 好 所以呢大家都玩了很开心 那么这次的啊 这次的啊 这次的什么是由小明做的呢 这只 嗯 应该也是这个对吧 嗯 这只 应该也是秋游活动啊 前后谈的都是这个活动 我们就说活动就可以了 啊 那么我们这次的活动啊 啊 是由某个人 谁谁谁来做的 对吧 对 对 好 那么这呢 我就要跟你说一下 这呢 就不能说啊 不能说小明 就不能换别的人 只能说小夏 为什么呢 对 因为前面 对 因为他赞美了啊 夸了这个小夏 他做的很棒 所以呢我们就要接着说啊 这次呢活动呢 加一个也的话就更明显了啊 也由小夏啊 来做啊 或者说来组织啊 都可以 好 那么这个结构呢 全部都是啊 这个由后面加人 然后呢再再来加动词啊 做某个事情 那么是做什么事情呢 就可以看前面的这些部分啊 前面的这些部分是什么 来匹配这个动词啊 就可以了 那么第二一点难得了 就是我们要找到啊 中间的这个人 我们要读懂前面这个句子的意思 要知道中间这个人 要填谁啊 是可以随便填其他的 还是必须啊 像这个小夏一样 只能填他啊 就是这两点 记住了吗 对 后面这儿 后面这儿我再出点练习题啊 帮你加强练习一下 对一下这个有 好 那我们接着进入 啊 那给你看一下这个 先看一下这个答案吧 好 那比如说这里 这件事不是马经理专门负责的吗 啊 他已经离开公司了 现在由李经理来负责啊 这篇文章是介绍京剧的 那么中间呢也是由啊 什么什么人啊 他跟这篇文章的关系就是 这篇文章是由这个人写的 上次的这个活动呢是由小夏组织的 大家玩得很高兴 所以呢 这次也由这个人来组织 就是这样 嗯 嗯 因为这个 由这一点 我们下次再多出点提来念它 好 那我们来进入新的这二的四 这个部分呢 呃 是那种小短文 那我们的内容呢 是讲这个 啊 筷子 好 那么首先呢 我们要来讲一下这个筷子的由来 筷子呢 它的这个历史比较久 据史料记载啊 你可以看到中国有些书上面就要说 据史料记载 就是说据历史资料啊 据我们的历史上面的书写着的啊 筷子呢是在殷商时期就已经开始被使用的 据今已经三千多年的历史了 那么古时候呢 这个筷子呢 它还不叫筷子啊 它是这个字 啊 或者说是这些字 到了明代的时候 它才改名叫筷子 啊 那么筷子呢 它的起源啊 也就是它是怎么来的 啊 第一个说法呢是 啊 大鱼 大鱼治水的时候 这个大鱼呢 就是三皇五帝啊 之前给你讲的 炎皇子孙 炎帝皇帝 啊 他们之后 那个时候中国的一个皇帝呢 叫大鱼 啊 那个时候呢 中国就泛水啊 就是有许多的洪水 那么这个人呢 啊 他就来治理洪水 就来处理洪水这件事 所以呢 他才来当了皇帝 因为治理这个洪水啊 啊 很忙 所以呢 他吃饭的时候 为了节约时间啊 啊 就拿两根树枝 来夹热的食物啊 因为吃热的食物 用手去抓太烫了 那么另外一个传说呢 啊 就据说是达己啊 就是这个商代的时候 君王呢 叫做昼王 那么他的妻子呢 叫做达己啊 啊 他呢 是用两根发簪 啊 这个发簪呢 就是古时候的人 他们用来固定头发的东西啊 也像筷子一样 然后呢 来给这个昼王啊 夹东西吃 那么他们的共同点呢 就是夹热的东西啊 就是在我们已经会用火了之后啊 才会出现这个筷子 那么第二一点呢 就是用筷子呢 就可以避免用手去抓食物 就可以杜绝许多的病啊 就可以杜绝许多的细菌啊 不会碰到更多的病啊 啊 那么这里呢 就是筷子的使用方法啊 正确的用法就是图片里面这个样子啊 那么错误的用法呢 就是像右边这张图片一样啊 直接一把手给握住 好 那我们来看我们的词汇 来 第一个 大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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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餐厅 餐厅 对 餐厅 餐厅 对 紙袋 紙袋 对 袋子 袋子 对 互联网 互联网 对 再来一遍 互联网 互联网 对 进行 进行 对 进行 进行 对 错误 错误 对 错误 错误 对 这个误呢 我们后面没有把它的音给发全 好 然后来你来读一遍 来 第一个 纸袋 纸袋 对 第一个 来 大约 大约 对 大约 大约 对 大约 大约 对 第二个 是 庆幸 嗯 嗯 是哪个 是 呃 是餐厅 对 餐厅 啊 餐厅 对 前面的这个餐呢就是餐馆的餐 啊 那么它跟那个餐馆有一点不同 那第三个 纸袋 对 对 这个就是纸袋 啊 第四个 嗯 袋子 对 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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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后面这是秦神 来 第五个 互联网 对 来注意 互联网 互联网 对 好 那接着这个 进行 进行 对 对 进行 进行 对 进行 进行 对 它一下降上去 然后一下提起来 啊 进行 进行 对 来 错误 错误 对 错误 错误 对 有时候我们也把那个误 它没有发的那么全啊 你犯了一个错误啊 就是把这个误给读成轻生 错 对 好 那我们还是来听课文 那首先先来看问题 外国 啊 也就是中国之外 一些中餐厅 会怎么样帮助人们使用筷子 啊 也就是一些 中餐馆啊 这里的中餐厅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中国的 嗯 嗯 嗯 是那个 中式啊 中式 style 中式的餐厅 懂得吗 嗯 它不一定是中国的餐厅 它是中式的餐厅 嗯 只要这个餐厅里面 它卖的那个菜 啊 卖的dish 是charty style 啊 就可以了 它就可以叫中餐厅 这个懂了吧 懂了 对 好 那么这些餐厅呢 它是怎么帮助人们使用筷子 啊 因为 除开我们东亚地区 啊 除开我们 那么其他的地方 啊 像美国那些人 他们就从来没有用过筷子 啊 所以这些餐厅是怎么帮人用这个筷子的 啊 那么第二个 啊 那么关于筷子使用的方法是怎么调查的 啊 知道这个调查的意思吗 嗯 知道 对 好 那么这呢 就一是说了啊 是怎么帮人用筷子的 啊 二呢 就是他还谈了一下筷子的使用方法啊 啊 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啊 啊 那么这个他是怎么样看的 那么第三啊 啊 这个调查 这个survey啊 它的结果是什么 好 那我们来听一下 我还是来切换一下这个方式 嗯 好 那开始了 课文4 筷子在中国大约已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 对外国人来说 使用筷子吃饭并不容易 所以 国外的一些中国餐厅 在放筷子的纸袋上 会提供使用筷子的详细说明 不过 如果你认为 每个中国人都会正确使用筷子 那就错了 有人在互联网上专门进行过调查 结果发现 为六个中国人中 就有一个使用筷子的方法是错误的 如果你想正确使用筷子 那就好好练习吧 好 我们先听一遍 然后回来看一下我们的问题 然后再来听 这样有点印象 好 那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呢 是 这个外国的一些中餐厅 它是怎么样帮助人们使用筷子的 啊 这个听到了吗 嗯 没有听到 好 没事 那我们就记住这个问题 啊 是怎么帮人用的啊 这个中餐厅 怎么帮助人们使用的 那么 它的那个 啊 听力里面 它念的是中国的餐厅 啊 我们说的是中餐厅 这个就注意分别一下 啊 就注意 他说的那个中国的餐厅 就是这个中餐厅 好 那二呢 就是关于筷子的使用方法是怎么用的 一样调查的 啊 就是这个survey 它是怎么来的 啊 从哪来的 啊 那么第三呢 这个survey啊 调查 它的结果是什么 我们再来听一遍 相词 课文4 课文4 那就错了 那就错了 有人在互联网上专门进行过调查 结果发现 为六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使用筷子的方法是错误的 如果你想正确使用筷子 那就好好练习吧 好 那么我们再来回答问题啊 有错的也没事啊 我们到时候我们边听 呃 边听再来边做 嗯 对 那么第一个呢 啊 这些中餐厅 它是怎么教啊 那些不会用筷子的人用筷子的 啊 他们 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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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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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刚刚学了一个单词 叫什么来着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纸袋 纸袋子 对就是这些纸袋子 它上面呢 就印得有一些筷子的详细说明 那么我们把这里讲完 然后我们倒回去再听一遍 好 那么第二个呢 关于这些筷子的使用方法 它是怎么样调查的呢 在6个人 对就是互联网 也就是英特网上调查的 我们现在的调查 大多数都在网上调查的 那么它调查的结果是什么呢 有一个 对 他就是说 调查了许多人 然后发现 每好多个中国人里面就有一个 他用的是错的 对吧 对 那我们再来听一遍 我们边看问题就可以边听 到答案的那个时候 我会给你暂停的 这样能听得清楚一点 那么第一个呢 是餐厅如何 把这个方法告诉别人的 课文4 筷子在中国 大约已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 对外国人来说 使用筷子吃饭并不容易 所以国外的一些中国餐厅 在放筷子的纸袋上 会提供使用筷子的详细说明 好 这里就是了 国外的一些中餐厅 会在放筷子的纸袋上 提供一些详细说明 听到这儿没 对 对 就是第一个答案 他们会在放筷子的纸袋上 提供详细的说明 不过 如果你认为 每个中国人都会正确使用筷子 那就错了 有人在互联网上专门进行过调查 这就来了 是在互联网上专门调查 然后他马上又接着说 结果 结果发现 每六个中国人中 就有一个使用筷子的方法是错误的 对 他的结果就是 每六个中国人中 就有一个使用筷子的方法是错误的 好 那我们答案就找出来了 好 那接着呢 我们就来看课文 好 那关于这个 这里的一点 放筷子的纸袋子 这个你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吗 嗯 我知道一些 好 就是我们的筷子 餐厅 餐厅里的大多数筷子 它不是用了就扔了的 这个知道吗 对 对 它就会把这个筷子给洗干净 给消毒 让这个筷子上面没有病菌 然后呢 他肯定要把筷子给放起来 对吧 那么他呢 就像 那个hamburger一样 给他包在一个纸袋子里面 放在那个袋子里面 然后呢 再给客人 客人要用的时候呢 再把这个袋子给打开 把干净的筷子给拿出来 这样用 所以呢 就是筷子上面的纸袋子 那么在这个纸袋子上面呢 就会印一些东西 有的呢 跟这些餐厅有关 有的呢 就是会标明 这个筷子是干净的 可以用 这个意思 那么我们来看课文 那么第一句呢 就是说筷子的历史很悠久 在中国大约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 那么对外国人来说 使用筷子吃饭并不容易 这是因为 外国人 大多数 他们比较习惯 用刀跟叉 那么所以呢 在国外的一些中国餐厅 他们就会在放筷子的纸袋上 提供使用筷子的详细说明 还记得这个详细的意思吗 对 对 对 就是detail 那么这个说明呢 说明 就是说明 就是告诉我们 怎么做的一个方法 对吧 对 对 那个呢 就叫说明 告诉我们 这个应该怎么用 这个应该怎么做 的一本书 就叫说明书 所以呢 这个叫说明 它也可以叫指导 就是那个 introduce introduce 这个意思 这个说明呢 就会指导我们 告诉我们 要怎么用这个东西 好 那么接着 不过呢 如果你认为 每个中国人 都会正确使用筷子 那就错了 好 那么他这里呢 这个说法 其实是真的 因为中国人呢 大多数他不会去专门 去找正确使用筷子的方法 如果他的父母 本身用筷子的方法 就是错的 那么他肯定就学着他父母的方法 来用筷子 那么所以呢 错的呢 就接着错下去 而且呢 他也不会觉得这个是错误的 因为他已经用习惯了 那么有人呢 就在互联网上专门进行过调查 结果呢 就是每六个 每六个中国人里面啊 就有一个使用筷子的方法是错误的 那么如果你想正确的使用筷子 那么就要好好的练习 好 那么这篇啊 这篇短文就先不读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比较简单 好 那么第一个 大约 大约呢 在这儿呢 是一个副词 它的意思呢 就是差不多 或者说约 也可以说左右 那比如说这里 我买一台电视 大约要两千元 也可以说 买一台电视 差不多要两千元 也可以省略这个大 买一台电视 约要两千元 或者说要两千元左右 那比如说这里 π 这个数学符号 它呢 大约等于三点一四 我大约还要三分钟 就到你那了 那么在这儿的时候呢 它就跟那个大概很像 我大概还要三分钟 买一套房子 约要几十万人民币 这儿呢 就是省略的形式 他身上穿着的衣服 和我的差不多 那么我们讲呢 就是大约 它的意思 跟这个差不多很像 但是呢 它们也有区别 区别呢 就在于 差不多呢 是有形容词的用法 差不多 既可以做形容词 也可以做副词 在这儿呢 差不多 还有形容词的用法 就可以说 它身上穿着的衣服 和我的 差不多 和我的style 和我的颜色 差不多 这个有问题吗 没事 没事 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 我也会 会这个网络会遇到这个的 好 那么接着这里 他身上穿着的衣服 和我的差不多 好 那么我们 这个大约 和差不多 它的意思呢 是很像的 那么他们的不同点 就在于 差不多呢 啊 他除了副词 还有形容词的用法 啊 就是这里 他身上穿着的衣服 和我的差不多 啊 就不能说 啊 他身上穿着的衣服 和我的大约了 那么这里的差不多呢 就是衣服的style 啊 款式 或者说颜色 啊 差不多 好 那我们接着 那么课文里面呢 就说 啊 这是大约多久 啊 大约三千多年 大约有三千多年的历史 筷子在中国 大约已经有三千多年历史了 那个还是比较好用的 那么接着是这个餐厅 餐厅 对 对的 啊 他呢 跟那个餐馆 啊 餐馆 它的意思呢 啊 是差不多的 啊 就是他们都能够指餐馆 那么 我们用成句子 那比如说这 餐厅免费给我们提供的纸巾 啊 就是我们去这个餐厅吃饭的时候 他就会给我们提供一些免费的东西 有的呢 会给你提供纸 有的呢 还会给你提供一些水 啊 那么我们主词呢 就可以说 啊 中式餐厅 啊 中式餐厅 就是 中国啊 style 啊 的餐厅 那么餐厅呢 相比于那个餐馆 啊 他就比较更正式一点 更高级一点 啊 就是可能这个餐厅比餐馆 它还要贵一些 在里面吃饭 啊 那么接着啊 啊 这些呢都是可以表示那个restaurant的意思的 啊 比如说 学校前面有一家饭馆 啊 知道这个饭馆吗 对 对 就是吃饭的馆子 啊 吃饭的馆子 那么这个馆是什么意思了 啊 那比如说这儿 我们明天去下馆子 啊 这个馆呢 就是餐馆的意思 啊 那么我们一般说的这个馆子 啊 一般就是指啊 苍蝇馆子 就是那种卫生特别不好 还会有一些小虫子的那种餐馆 啊 那种就叫馆子 啊 就是很小的那种饭店 所以呢 这个馆子 它相比于这个餐厅啊 饭馆 它的这个等级就要低一点 就要low一点 好 那么接着啊 你家的饭店最近怎么样呢 啊 新开了一家饭店 那么这个饭店呢 它就没有表示这个高级 也没有表示这个地方啊 比较便宜或者卫生啊 不好怎么样的意思了 好 那么除开这些饭店啊 馆子呀 餐厅啊 还有一些词 也可以表示这个wrestaurant 那比如说这里 他们结婚 请亲戚和朋友 去酒楼吃饭 对 酒楼 这个酒楼 酒了 就是指酒店啊 可以喝酒的地方 也可以住的地方啊 那么这个酒楼呢 它是很大的啊 往往呢 这个 这个 它也可以说是餐厅 往往呢 这个餐厅啊 它就会是一栋楼啊 几座楼 在那个地方 它呢 就比较大啊 一般呢 我们结婚的时候啊 就会去这些 大的酒楼啊 去请我们的亲戚和朋友吃饭 懂这个了吧 懂 对 就是它这个酒楼 就还要再大一点啊 一般呢 是许多人啊 一起去吃饭 那么这个餐厅呢 一般呢 就是我们几个人 去吃那种 比较正式一点了 比较高级一点的 那种restaurant 好 那接着呢 是这个 袋子 袋子 对 那么袋子呢 啊 就像图片里面一样 它有许多的形式 啊 那么我们一般指的袋子呢 就是这边的这两个 啊 那么 它跟这个包啊 这个包 有什么区别了 你们看出来吗 嗯 包饰 还记得那个包饺子吗 还记得那个吗 对 对 包饺子呢 就是把那个馅儿 给完完全全的 给合在里面 对不对 对 对 那么我们平时用的这个包啊 它呢 就把这个我们要装的东西啊 给放在里面 然后呢 怎么样 合起来了啊 它是不是给合起来了的 对 就是它要合起来 免得东西掉在外面啊 它就像包饺子一样 最后呢 要合起来 所以呢 才叫做包 那么我们的袋子呢 啊 它一般呢 就是用这种开口的 它没有合起来啊 比如说这种啊 这种袋子啊 还有说塑料袋啊 这个呢 就是塑料袋 知道这个塑料的意思吗 是 就是 就是plastic 就是plastic 对 就是这种的袋子 好 那么如果啊 要仔细的说一下 袋这个字的话 啊 那么它就跟 看这个字啊 它下面呢 是衣服的衣 啊 就跟我们古时候的衣服有关 啊 因为古时候呢 啊 我们就没有像这种塑料袋呀 这种啊 这种样子的袋子 我们呢 就会用那种衣服 或者说用布 啊 把东西给裹起来 然后给背在身上 啊 那种呢 它也叫袋 我们常见的呢 就是这种塑料袋了 好 那我们接着下一个 好 那这儿呢 就是这个纸袋 纸袋 对 好 那么我们要说的 筷子上面的纸袋呢 啊 就是图片里面的这个 啊 它上面呢 就会印一些图案 啊 那这里 这个地方呢 它就会标注 以消毒 啊 意思说明这个筷子是干净的 然后还会印一些话呀 然后来表示啊 我们这个地方欢迎你来吃我们的东西 啊 比如说 这张图片 它就印了 这家 这家店啊 要常来 啊 欢迎光临 啊 欢迎光临 那除了这个筷子上面的纸袋子呢 啊 我们 其他的纸袋子就是这张图片里面的啊 啊 我们去买东西的时候用的纸袋子 啊 那么筷子上面的纸袋子呢 我们还会叫它啊 啊 快套啊 就是筷子上面的一个套 啊 这个了解一下就行了 啊 因为说筷子上面的纸袋子的话 我们也不清楚啊 这个是什么纸袋子 好 咱们接下一个 好 那又是这个来了啊 互联网 互联网 对 对 互联网 互联网 对 来注意这个 互联 互联 对 把这个声 对 二声要给它上去啊 互联 互联网 互联网 对 对 好 那么 互联网呢 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便利 通过互联网呢 我们可以交许多的朋友 好 那么 啊 这儿呢 就有另外一个词啊 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未成年呢 未成年人呢 禁止去网吧上网 啊 那么在中国呢 有个词就叫上网 啊 这个网呢 就是指互联网的意思 啊 那这个上网是什么呢 网吧是什么呢 就是这张图片里面的这个 啊 可以给这些 Customer 这些顾客啊 给他们电脑 让他们可以用电脑来 啊 上互联网的一个地方 啊 那么他们用这些电脑来玩 啊 这种呢 我们就叫他上网 啊 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那接着呢 那接着呢 是错误 错误 对 错误 错误 对 那么他既可以是名词 也可以是形容词 那名词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说 啊 你犯了一个错误 啊 犯了一个错误 你犯了什么事 啊 他搭配的这个动词呢 是犯 啊 你犯了一个错误 啊 知道这个犯的意思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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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导致了一个错误啊 你做了一个错误 啊 那么这个犯呢 我们可以 组一个词 叫做罪犯 啊 罪犯 罪犯呢 就是那个监狱里面 关着的人啊 在监狱里面的那些 啊 坏人 就叫罪犯 懂了吗 这个 懂了 对 那所以呢 啊 这个错误啊 它很严重 所以呢 才说你犯了一个错误 好 那么接着 这道题啊 形容词的错 啊 你做错了 做得怎么样 做错了 好 那么我们的错误 啊 我们还可以讲一下后面的这个物字 好 那么物呢 是什么意思呢 那比如说 你误会它了 它没有偷东西 啊 这里的误会 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嗯 好 那比如说这里 啊 我以为这个人 他偷东西了 所以呢 我就报警了 啊 然后呢 另外一个人就会说 你误会它了 他没有偷东西啊 你不用报警 啊 那么所以 我刚才以为他偷东西 啊 我认为的这个事情呢 是错误的 啊 所以呢 我就误会了这个人 啊 这个意思能理解吗 对 对 那接着呢 还可以说 啊 我误解了 他说的话 意思就是 我错误的理解了 啊 他说的话 他本来叫我两点钟来 我却误解了他的意思 啊 我误解成了 后面 过几天再来 啊 就错误的理解 误解 他跟这个错的意思 嗯 是搭配的 啊 那么错误呢 我们可以说 这是一个错误的方法 啊 这个方法是错误的 他使用筷子的方法 是错误的 那么作为名词的时候呢 我们除了刚才的犯错误 我们还可以说啊 改正错误 对 改正啊 对 知道改正的意思吗 对 对 就是把它改成正确的啊 变成正确的 对 那么错误呢 我们常见的符号就是这个 啊 常见的符号就是这个啊 这个就错误 这个差就是错误 对 好 那我们接着 好 那么这个比较简单的词汇练习 啊 大约啊 带 错误啊 还有纸带 那么第一个 我买了几啊 怎么样的临时回家 嗯 可以说我买了 我们平时去买东西的时候 是用什么东西来装的啊 是用什么来装东西的 对 对 就是带啊 不过呢 这儿呢 它是一个量词啊 我买了几袋东西啊 我买了几包东西啊 这里呢 是一个量词 之前没跟你讲的 不过很好理解它的意思 好 那么第二个呢 没有人不会怎么样啊 没有人不会犯 对 没有人不会犯错误 啊 也可以直接说 没有人不会犯错 可以把那个物质 也可以省略掉 那第三个 那为了保护我们的环境 我们提倡啊 我们支持 我们建议 用什么什么啊 少用塑料袋 嗯 嗯 嗯 纸 不带 对 纸带啊 纸带 就是用纸来做的袋子啊 因为纸的原料呢 它就是木头跟竹子啊 它们是可再生的 那么最后一个呢 就是啊 飞机还有三十分钟就要起飞了 啊 那么我们就可以说 飞机 大约还有三十分钟就要起飞了 啊 如果不用大约了啊 就可以说 飞机还有三十分钟左右就要起飞了 啊 那么这个大约跟这个左右 它可不可以同时用呢 啊 大约还有三十分钟左右 嗯 嗯 这里的建议呢 就是不要把它们啊 一起用 因为大约呢 它就有左右的意思 那么左右呢 也有大约的意思 那么他们俩一起用的话 那个意思就重复了 啊 在这个句子上看 它们就是两个相同的部分 重复的部分 所以呢 就尽量不要把它们连起来用 啊 要么就说大约还有三十分钟 要么就说 还有三十分钟左右 用了一个就不要用另外一个 啊 那么我们来看我们的语言点 语言点呢 就是这个 以前讲另外一个也讲过的 进行 进行 对 这儿呢 是一个动词 那比如说 请大家注意 现在呢 休息十五分钟 啊 那么十点半的时候呢 我们的会议啊 继续进行 啊 那么这里呢就是 等到十点半 我们继续开会 我们的会议 继续进行 有人 在互联网上 进行过调查 啊 进行过一个调查 就是做过一个调查 结果呢 发现每六个中国人啊 怎么怎么样 成功的语言学习者 在学习方面 往往都是积极主动的 他们会主动 与他人 进行交流 并且呢 请别人 帮助他们 改错 那么进行呢 我们放在具体的句子里面 它有很多种理解 那比如说这里 啊 进行过一个调查 就是他做过一个调查 那 会议继续进行 就是继续开会的意思 那么他具体的呢 有什么用呢 就是 进行 他就是从事某种活动 或者某种工作 那么他后面接的一个动词呢 啊 他本身是一个动词 他的后面呢 往往还会接另外一个动词 比如说进行交流 那么这个交流 像这些动词 就一定是正式的 啊 就是我们平常不会用的 比如说我们交流 啊 一般呢 我们就会 不说交流 我们一般就说 我跟他谈话 啊 我跟他讲话 啊 我跟他说话的时候 啊 这种呢 就不用进行 我们就不会说什么 啊 进行说话 啊 那么正式的呢 就是进行交流 啊 进行调查 啊 会议呢 进行会议 会议继续进行 啊 那么什么是正式呢 啊 如果是正式的话 那么我们一般在 六子啊 在新闻里面 就会看到这些话语 啊 这个呢 用习惯呢 就可以知道了 啊 这个主要还是看习惯 那么他后面呢 一般就是从事某种活动 或者工作 这个能理解他的意思吗 这个进行 对 对 对 好 那么接着 那么接着呢 就是这个进行的语言点 啊 我们来回到国歌课堂 好 那么第一个呢 就是都六点呢 会议怎么还没结束 那么毕业啊 这个人说啊 这个怎么怎么样 还在进行 嗯 现在 我在进行 在进行工作 是吧 你说 对 好 那这呢 就看前面这里啊 这个A这个人 他在问啊 都六点钟的 为什么这个会议还没有结束啊 里面的人怎么还没有出来 好 那么B这个人呢 他可能就站在这个啊 开会的这个地方的门口 他就对这个A说啊 现在呢啊 什么东西还在进行呢 啊 从这个A的话里面 嗯 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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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A说了什么 A是不是就只说到这个会议 对吧 对 好 那么这里呢 就衍生出来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正在进行中的东西 就相当于 I'm doing 啊 那他这儿说了 这个会议还没有结束 那么是因为我们的会议还在进行 对吧 对 是因为啊 我们的会议正在进行啊 正在进行中 我们正在开会 会议 正在进行啊 意思就是我们的会议正在进行 正在开会的意思 那么请你了 呃 在 外面啊 等候 好 那么 就是 周六点钟呢 这个会议怎么还没结束 啊 这个A呢 就站在开会的这个地方的大门口 啊 那么B呢 就守着这个门 告诉他 会议正在进行啊 你不能进去 因为里面还在开会 你要等会议结束了啊 你才能进去 所以呢 你请在外面等候啊 就这个意思 这个句子 对 好 那么第二一个 听说你要申请去国外留学啊 准备的怎么样了 啊 申请去国外留学啊 申请怎么样了 那是什么什么样 正在进行 一定是一个动作啊 你可以看前面 前面这个句子啊 动作有哪些 准备的 准备的 嗯 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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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 进行学习 那我在进行学习 对吧 对 对啊 你这个句子是对的了 啊 句子是对的 但这个意思啊 意思不大对 啊 那为什么不对了 因为他这里说啊 听说你要申请去国外留学 对吧 啊 那你这个申请准备的怎么样啊 这个句子呢 其实是在问你去留学啊 那么你要去申请 对吧 对 对 对 所以呢 所以呢 你的回答就要用这个申请啊 那么我现在呢啊 正在进行我的学习 我正在准备 并且呢啊 我也正在向那些学校申请 对吧 对 对 对 你还可以叫啊 我正 我正在进行申请啊 就是这样啊 对的哈 您摸到这个了 好 那最后一个啊 怎么怎么怎么样啊 结果发现 在接受调查的学生中 有超过80%的人 希望自己有出国留学的机会 啊 那么在这其中呢 大约只有20人 啊 他们才开始申请外国的学校 那么这个是什么进行 啊 这个是一个调查 对吧 对 对 那么我们的调查是在什么上面的 啊 就像课文里面的那个 那就是某人做什么什么调查 对吧 对 啊 我们就可以说 啊 因为是要用进行嘛 那么我们肯定进行的是调查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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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因为我们进行过这个调查啊 所以呢 我们后面才会用啊 这个调查的结果 对吧 对 对 那么我们进行是一个动作啊 所以呢 我们前面需要有一个啊 啊 三把的啊 有一个 类似于人的主意啊 那么我们可以怎么说 我们就可以说啊 有人 在什么什么上面啊 他是怎么样调查的啊 他 在 人 买 东西的时候 他在人们买东西的时候 对吧 对 可以啊 他们在人们买东西的时候 啊 然后呢 说完他这个 怎么样调查的时候 就要说啊 怎么样 进行 有人在人们买东西的时候 进行过一个调查啊 他们做过一个调查 他们进行过 一个啊 调查 那么调查的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发现啊 在什么什么什么了 啊 对 就是这样啊 那么这呢 要注意一下 还记得我们课文里面 那个调查是怎么样做的吗 他是在什么上面做的 是在互联网上 对吧 在互联网上 对 我们就还可以说啊 有人在互联网上 进行过一个调查 啊 这样呢 就跟我们的这个 跟我们课文里面的 这个部分呢 就连起来了 啊 因为他说他调查 这个筷子 也是在互联网上的 对吧 对 好 那最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答案 那第一个呢 就是都六点了 会议怎么还没结束 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啊 会议正在进行 或者直接说 这个会议 还有多久结束 啊 这个会 会议还会进行半个小时 啊 才会结束 啊 那么第二一个呢 啊 申请准备的怎么样呢 啊 那么我的这个申请 我的申请的这个手续呢 还在进行 啊 手续还在进行 我的申请还在进行中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啊 他这里已经说了 啊 我们学校呢 去年 进行了 针对大学生的一个调查 啊 我们学校 进行过一个调查 啊 那么中间的这个部分呢 就是 进行了哪个方面的调查 啊 针对大学生 啊 大学毕业生就业方向问题的调查 啊 这个可以不管 就只要知道啊 主语我们学校啊 进行过一个什么 进行过一个调查 啊 这个就可以了 啊 这个能理解吗 对 对 对 这个还是要多练一点 跟那个游蚁一样 好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下节课复习的时候 顺便就可以复习这个课文了 啊 这就做了 那今天就上到这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